囧実 AwOT 小明快来到游游客室乐园 赶快一起来跳舞啦 一起来吧 耶 疯狂玩科学 加油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哈琪 一起说哈琪 你好 哈琪 你好 嗨 你们大家好 你们有没有觉得 我们科学乐园变得好漂亮 有 对啊 对啊 因为有很多的小朋友 都喜欢看我们的 悠悠科学乐园 所以科学乐园的校长 就决定重新装潢我们这边 而且重新改造一下 是不是很漂亮啊 可是啊 香蕉哥哥怎么还是没有来啊 香蕉哥哥的哈琪你知道吗 好漂亮喔 水蜜桃姐姐哈琪 悠悠科学乐园变得好漂亮喔 对啊 对啊 香蕉哥哥你喜欢吗 当然喜欢咯 小朋友你们喜欢吗 喜欢 可是香蕉哥哥 你要带什么样的游戏呢 既然今天是全新的环境 那我们就带来一个新的游戏 好啊 什么新的游戏啊 那我们就来玩 汽车驾训班 汽车驾训班 要怎么玩啊 就是要让小朋友来学开车车 那我们赶快来看看 我们的游戏规则是什么 好 科学小游戏一起看仔细 规则我们用磁铁推车子 买对新疆车子推药车库就获胜了 道具好像准备好了耶 那我们要怎么玩呢 对啊 要怎么玩呢 香蕉哥哥 你们看 这边有一个地图 地图上面有两条路 路的镜头有一个停车场 绿色的停车场 真的耶 在这边 那我们这边有两台小金龟车 你们看 好可爱喔 金龟车等一下要来比赛 看谁啊 先把车车停到停车场里面就赢了 好 可是要怎么让这个车车动呢 香蕉哥哥你可不可以先示范一次 我来示范一次 你看 这边车车上面 有一个磁铁宝宝 那我来试试看 你看我可以把它前置 好 有没有动吗 有耶 我要把它开到停车场里面 好 好厉害喔 进去 原来是这样 就由我们手上这个小小的吸体 就可以让这个金龟车动动了 对啊 那水蜜桃姐姐来试试看 好 我来试试看 好 我来帮水蜜桃姐姐加油 看会不会看很快 一 二 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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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蜜桃姐姐 快得好快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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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了 加油 加油 他吸住了 进去了 耶 谢谢小朋友帮我加油 待会我们就要来比赛 看谁先把金龟车平到车库里面 好 那我们就是用这个小吸体的水 让我们的吹吹逗 小朋友你们看会了吗 会 好 对 那待会我们有香蕉队 还有水蜜桃队 我们每一队要选两个小朋友 一起来比赛喔 好 那我们就准备来比赛了 谢谢小游戏 Let's go 小朋友我们就来看看 到底是香蕉队厉害 还是水蜜桃队厉害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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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要太快了 我們的車車已經開進去了 我們的車車 你看翻車了 翻車了 这一次是水蜜桃队獲勝了 我们来看看第二队的比赛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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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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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蕉队獲勝了啦 這一次是香蕉队獲勝 我們來看看最後的比赛吧 好 哈琪我們準備好了 好 那現在就听我哈琪裁判的哨聲了 好 等一下 好 我準備好了 預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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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larını 幫levant veterans 太力氣了 這樣是平手還是誰贏啊 對啊 好 再比一次 再比一次好不好 要 加油 沒想到 小蜜桃姐姐和香蕉哥哥平手 那我們就來看看延長賽吧 好 等一下 加油 看我緊張一下 看你們有沒有專心 等一下 我看一下喔 預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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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贏了 對 小小哥哥 不好意思 我先進去那個停車場了 好吧 那這一次就算水蜜桃隊獲勝 謝謝你 我們這次是水蜜桃姐姐獲勝 恭喜… 小小哥哥 為什麼拿著磁鐵靠近超紙 超紙就會往前進呢 小朋友仔細看 其實我們的金龜車 它本身就是一個大磁鐵 然後我們用一個小磁鐵 你看兩個磁鐵會這樣 有沒有吸在一起 有 吸在一起喔 如果我們用另外一邊的話 會怎麼樣 會彈開 真的耶 對啊 會彈開 所以這個原理就是 同性相識 異性相吸對不對 沒錯 水蜜桃姐姐很聰明 如果小朋友還不懂的話 我們準備了來玩一個 磁鐵寶寶的遊戲好不好 好 我們剛才是用什麼原理 來玩這個遊戲的呢 一個磁鐵的上面 都有一個N級 還有一個S級 在這邊 所以你看 我們這個大大的金龜車 是個大磁鐵喔 所以它有一個N級跟一個S級 N級在這邊 S級就在背面 好 那我們利用N級跟N級 同性會相似 所以就會排斥喔 你看 我們這樣推它就會前進 有沒有前進 有 那如果我們用N級跟S級 在一起的話 會怎麼樣 C在一起 會怎麼樣 C在一起 好 1 2 3 有沒有C在一起 有 再看一次喔 好 再看一次喔 1 2 3 好 吸在一起了 吸起來了 因為它們是一個N級跟S級 對不對 沒錯 那我知道了 那我們現在就要玩 磁鐵紅綠燈的遊戲 怎麼玩呢 小朋友你看 我這裡有個英文字母是什麼 對 這就是代表N級 那這個是什麼 S級 代表S級 剛剛我們有說 N級碰到S級的時候會怎麼樣 對 那如果N級碰到N級會怎麼樣 分開 會分開喔 那我們香妖哥哥 我們玩四個小朋友看 我們來試看一下 好 來 我是N級 我是S級 1 2 3 我們被吸住了 那我來換一邊好了 我變成S級 那我一次S級 我就會彈開 彈開 彈開 你看 彈開 那小朋友會不會啦 會 好 看誰最厲害喔 可以馬上判別的出來 你是N級 要分開 S級要黏起來好不好 對 好 那我們要選四個小朋友來玩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如果是N抽到S 我們會怎麼樣 黏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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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要黏起來 來 黏起來 這個板子 泡板子黏起來囉 黏起來 好棒喔 黏起來了沒 黏起來囉 好 那現在我要換一級了 我剛還是N級 我現在變S級 給大家看 轉過來 S級 那我 我們會怎麼樣 換開 好 對 妳要不要翻開 快跑 快跑 好 那我也要變成 好 換我 我力量比較大 我也要變成S級跟你一樣囉 那我們會怎麼樣 好 好 好 小心 好 那 那你要過來啊 你抬太開了啦 好 那我又變成N級 來 吸過來 吸住了對不對 好 又變成N級了 又變了... 逃走 變S級我們又一樣了 快怎麼樣 快跑... 快跑... 其實小朋友在家也可以玩 這個遊戲對不對 對啊 小朋友可以 一樣跟我們做這個板子 一面N 一面S 跟爸爸媽媽玩玩看 或是拿磁鐵試試看就可以囉 對啊 可是如果電視機前面的小朋友 還不懂的話 我們有準備動畫給小朋友看喔 客氣小原理 一起看仔細 小朋友 就是因為雌性寶寶相互的推擠喔 所以我們才可以玩 好玩的雌性寶寶 哇 小朋友看到的話 一定就會更清楚囉 這個香蕉哥哥 等一下要玩什麼遊戲啊 我也不知道要玩什麼遊戲好耶 你也不知道要玩什麼遊戲喔 不過沒關係喔 我聽說仙人掌 他有問題要問我們耶 仙人掌怎麼會有問題要問我們 真奇怪耶 那不如我們去看看他的問題是什麼吧 光頭玩跟學 猶猶 猶猶 在清清的植物園中 這一天仙人掌的紋屎發生了一件事情喔 到底是什麼事情呢 我們慢慢看下去吧 我們慢慢看下去吧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天中火婆又可愛的仙人掌 一個人太好真是沒辦法 有美女來了 是誰 原來是榮花 美如天仙的榮花 我今天一定要找她出去玩 親愛的榮花可以 榮花 我的小公主 喂 不理我 你不要客氣我啦 你這麼多吃很痛耶 為什麼 我的吃這麼多 為什麼 小朋友趕快想一想喔 瘋狂玩跟學 猶猶 什麼一套姐姐 仙人掌真的好可憐喔 全身都是刺 這樣很難交到朋友吧 對啊... 我平常啊 只看到仙人掌的時候 我都不敢去摸耶 因為好怕被它刺到耶 對啊 可是她問我們啊 仙人掌上面為什麼都是刺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喔 所以我們這邊有準備 兩個盆栽喔 一個是普通的植物 一個是仙人掌 可是我們要先請小朋友 猜猜看 哪一個是仙人掌 是這個嗎 不是 不是這個 是這個嗎 對 為什麼 小朋友好厲害耶 都知道仙人掌有刺 很棒喔 你們平常是不是就有看過仙人掌 有看過的舉手 原來小朋友都看過仙人掌喔 好 放下 那我們現在要請小朋友 來發揮小小科學家的精神 要來觀察 仙人掌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喔 好 那我們現在先請一個小朋友出來 好 你 你覺得仙人掌有哪裡不一樣呢 這個上面細細的 下面胖胖的 他說它的外型看起來 上面是細細尖尖的 下面是胖胖的 對 有一點像小黃瓜 對... 那還有哪裡不一樣 這個長得很像那個 好 你是說這個圓圓小小的仙人掌 是不是 這邊有不一樣的仙人掌 你說它長得像什麼 南瓜 南瓜 可是身上有什麼 刺 刺對不對 還有觀察力 那你要不要摸看看 什麼感覺 一點點刺刺 那再摸另外一邊 一般的這邊的樹 有什麼感覺 不會刺 不會刺 而且有滑滑的感覺 對不對 好 謝謝你 小朋友都有發揮科學家的精神 我 我有一點點的小意見 好 你有什麼意見 就是啊 我有發現 仙人掌的泥土 跟一般那個植物的泥土 不一樣 它常常啊 那個仙人掌都是弄那個 小小的那個像石頭 那像一般的植物都是泥土 謝謝 對耶 對耶 其實我剛剛也發現囉 他愛學我 你看喔 光看這個啊 就知道了 它這個整個是透明的 可是它很多都是小石頭 對不對 對 它的土跟沙豬一點點一點點 香蕉哥哥 可是仙人掌卻可以存活這麼久 而且長得都很好喔 而且長的樣子都不太一樣 對不對 對 那我們來看仙人掌喔 小朋友知不知道仙人掌 他的葉子在哪裡啊 他沒有葉子 蛤 不是的吧 他沒有葉子嗎 香蕉哥哥 他有葉子喔 對 那小朋友想不想知道 想 他的葉子在哪裡 他的葉子在哪裡 那只有問仙人掌 他自己最清楚了 好吧 我們來聽聽看仙人掌怎麼說的 看小眼裡 一起看仔細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仙人掌胖胖 為什麼我的身上有這麼多痴啊 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喔 因為我住在很熱很熱的沙漠 因為在沙漠裡面很少下雨啊 所以一下雨 我們就會把水藏在我的身體裡面 所以就長得胖胖的 就要告訴你一個小秘密 我們的刺是我們的葉子 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胖胖的朋友 常常胖胖說的沒有錯 我們身上的刺都是葉子喔 因為有葉子的話 水分就會很快就被蒸發了 所以我們為了可以在沙漠裡面生活 葉子就慢慢的變少了 最後就變得像蒸一樣了 小朋友這樣你知道了嗎 原來仙人掌身上的刺是葉子耶 對啊 為了不讓太陽公公 把他的葉子的水分給蒸發掉 所以他的葉子就變成蒸的樣子囉 所以你們看 這個刺刺的東西就是它的什麼 葉子 那我想到一個問題耶 什麼問題啊 對 如果我們把氣球去碰它的尖尖的刺 就是它的葉子會不會破掉啊 會 我覺得一定會的啊 你看它的葉子尖尖就像刺一樣 一定一次就會破了嘛 就像那個蒸刺氣球一樣 那我們來試試看好不好 好 我們先把耳朵捂起來 小朋友不要怕喔 那我數到三我就把氣球放過去喔 我也怕 好 有人不怕 那你來做 你來做實驗 來 他不怕耶 一 二 一、二、三 一、二、三 冒冒破掉 弟弟 有沒有被嚇到 來回來這邊 沒有 沒有 你好勇敢的來拍手 小蜜桃姐姐哈奇 還有電視機前面的小朋友 剛剛香蕉哥哥說的一點都沒有錯喔 我們跟其他的植物一樣 都有 根 金 葉 只不過我們的根比較短 而且我們的筋也比較粗喔 那是因為我們要保存很多很多的水分 最值得一提的還是我們的葉子 它就是我們身上的刺 它除了可以不讓水分跑出來之外 還可以保護我喔 不讓其他的動物靠近我 你們看 一根一根的刺很可怕喔 所以小朋友 下一次如果有人說 仙人掌沒有葉子的話 你要大聲的跟他說 仙人掌的字就是葉子 你們知道了嗎